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少女人为了延缓自己衰老 在平时的时候也会多吃一些补充磁性激素的食物 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女人存在磁性激素不足的问题 在平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吃这四种食物 有效地帮助我们通乳散结 更好的帮助我们滋养暖潮 使我们变得更加年轻 1. 无花果 女人在日常生活中若是存在磁性激素减少的问题时 也可以适当地多吃一些无花果 无花果中所含有的胶质和纤维素 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体内的磁性激素分泌情况 更有助于我们调节内分泌失调 还能够有效地保持我们的肠道干净 除此之外 无花果中所含有的维生素和花青素 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抗氧化作用 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连缓摔了 2. 黑豆 在日常生活中女人若是存在磁性激素减少的问题 是在平时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地多吃一些黑豆 黑豆 能够有效地补充我们体内缺失的磁性激素 而且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功能 在平时的时候适当地吃一些 也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平衡体内的内分泌 更有助于肠胃蠕动 缓解便秘的情况产生 除此之外 还有一定的通乳散结的作用 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预防乳腺疾病的产生 3. 饰饼 女人体内的磁性激素过低的话 在平时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地吃一些饰饼 现在的季节也正好是饰饼上市的季节 饰饼也是天然的黄皮酮食物 在日常生活中适当地吃一些 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滋养卵巢和子宫 增加体内的黄体酮含量 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产生 4. 隔根 补充体内缺湿的磁性激素 那么绝对是少不了隔根的 隔根中所含有的磁性激素绝对是非常多的 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提升体内缺湿的磁激素水平 更有助于通乳酸结加快我们的新陈代谢 有效地帮助我们缓解衰老的产生 看来保持肠道的干净 真的有效让女人延缓衰老A 大家要多吃这种健康的食物了 不要再吃让肠道有压力的垃圾食物啰 转给亲友一起变年轻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感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